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一个是汉富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韵文的诗歌这个部分 诗歌这个部分实际上是三个 一个是所谓的楚歌 一个是所谓的后来我们讲的乐辅诗 乐辅这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古诗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诗歌里面的所谓的古诗这个部分 古诗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古诗实际上这些诗一般现在认为 这些诗是不入乐的 是不是唱的 所以这是它和乐辅诗 一些乐辅的五言诗的一个差别 但是呢这个事情也比较难说 因为在相关的一些历史记述里面呢 也有把这个我们今天所认为古诗称作所谓乐辅的 也有称作乐辅的 所以呢这个 其实古诗所谓五言的乐辅和古诗的这个 从文字上来讲呢 这个差别是很难做区别的 只是说一个是不是当时入乐的问题 如果入乐那么当然就是乐辅 如果不入乐呢 当然我们可能就认为古诗 那我们现在习惯上来讲的这些古诗呢 一般认为是跟音乐的关系略微远一些的 那么这个而且这个树木呢 这个古诗的树木实际上在历史上有数十手 有几十手的 但是最有名的呢 是十九手 为什么是古诗十九手 我们现在讲的 我这里讨论的实际上是 在谈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 叫古诗十九手 但实际上是跟古诗整个是有关系的 有好几十手的 那么这个古诗十九手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古诗十九手这个说法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那个萧桶 大家知道那个昭明太子萧桶 在梁的时候 萧梁的时候那个萧桶 萧桶呢 他编文学 编文学里面 从古诗里面选了十九手 选了十九手呢 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放在一起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古诗十九手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当时 这个古诗十九手成为当时几十手古诗的这个代表 那么这个里边 这个里边 这个所谓古诗十九手的作者呢 其实都不清楚的 到底是谁的作者 我们现在的概念 一般想一个作品 必须要有那个作者 对不对 都会考虑那个作者 但古诗十九手的作者实际上是不太清楚 在这个《御台信荣》里边 这是后来这个徐林当时编的一个集子 《御台信荣》里边呢 这个古诗十九手里面其中有九手 他标明的作者是呢 标明的作者是这个 是这个梅秤 就是那个富 我们前面讲汉富的那个 非常有名的汉富的作者 汉富的作家 是这个梅秤 但是这个说法呢 这个实际上争论非常之大的 有一些人是坚决不相信的 因为认为汉代 西汉的时代呢 恐怕不太可能有这样成熟的诗 所以通常的看法 就比较为 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看法 认为古诗十九手的时代 大概是在东汉的中后期的 东汉的中后期的 因为里边有一些诗句 显然也可以看出来 是这个汉代的 东汉时代的 那么当然也有人 力图去证明 这个是西汉时代 是可以有这样的作品的 而且这些作品就是西汉的 这些我觉得都恐怕 不能成为定论 那大概两年前 我给研究生上过课 研究生的讨论课 当时呢 有一段 有几次就专门讨论这个古诗的 我们看了这个相关的材料 看下来 基本上这个所谓作者问题呢 在早期 它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 就没有人提出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作者的 基本上认定 所以我们现在说 所谓这些古诗的作者的问题 大概是在这个 刘宋的那个时代 就是晋宋之计 就是南朝的晋宋之计 那时候提出来的 所以在纵容诗评里面 你可以看到 纵容诗评里面 应该提出来 说这个是 曹王旧志 曹王旧志呢 当然可能就是曹植啊 王燦啊 差不多就是 建安时代的作品 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 当然当然也后来 有人说 这个是梅胜的作品 如何如何啊 也都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那个说法 基本上是比较晚了 相当晚了 你想这个作品 毫无疑问 这些作品 应该都是汉代的作品 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那个 就是陆姬啊 大家知道 就是东吴的那个陆姬 对吧 陆姬 陆姬后来当然是 这个吴是王国了吗 他这个入境了吗 这个陆姬 陆姬呢 当时他有拟古诗 拟古诗 那个拟古诗里面呢 就是拟了大概十首多 这个十来一首这个古诗 这个里边呢 有相当一部分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 拟的是什么 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 古诗十九首的一个作品 所以这个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陆姬的那个 因为他已经拟过了 所以这些作品 肯定是在陆姬之前 但是陆姬那个时代 都是叫拟古而已 他只是说拟古 我就是拟古诗 拟古诗 所以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作者 拟谁拟谁拟谁 他没有那么明确的 那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到晋宋之际的时候 特别刘宋的时候开始 宋奇那以后 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开始出来 就确定 说试图要确定 这个作者是谁 作者是谁 有的说是朝王救治 当然有的就是说是没证 等等等等 我这是非常客观的 来描述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也并不是太特别的 在中国古代 这种情况是非常之多的 就是说 当时的一个作品 有存在 但这个作品 这个作者到底是谁 当时实际上 最初人并不是那么在意 后来会去把它认定 实际上有很多作者 是后代认定这个作品 是作者是谁的 具体作者是谁的 所以作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太 就是说就用最保守的 最保守的说法 各种说法都有 有很多的争论 我觉得恐怕也很难做定论 一定是谁 那么古人最初的时候 我能说的就是 古人最初的时候 并不在意这个是谁写的 但他的时代 大概是清楚的 应该是在汉代 东汉 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么现在主流的看法 认为这些作品 不是一个人的作品 不是一个人的作品 是一批所谓无名的 文人的作品 基本上是这样设定的 这个当然也有它的道理 我只是说 做这样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古字十九首 其实在中国 文学史上 有很高的地位 那么这个古字十九首 主要是写了什么 写了什么 这个沈德前 他曾经概括过 他说这个 他主要讲 这个竹城七七 朋友七过 游子他乡 死身兴故之感 他主要是写这些东西的 那么简单的说 这些主要是写什么 就是写人生当中的这些 这个种种的这种缺害 妻子的 竹城的 夫妻的 君臣之间 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 这个分离 这个 死身兴故 这个游子他乡 漂泊的 这个生命的 这些主题 基本上是这样子 基本上可以说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写到 人生当中种种的 这个缺憾和不如意 缺憾和不如意 这个是基本的 他说要表现的东西 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 这个其实是一个 文学的永恒的主题 文学基本上的 都会表达这些东西 那比方说 写到很多分离 写到很多分离 比如说 他有很多作品是 古十九首开头 就是这个 所谓这个 行行从行行 于君身别离 这就是别离 相去万于离 各在天一崖 道路逐且长 这个道路逐且长 在诗经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尖家那里面 惠面安可知 狐马依北风 月鸟朝南枝 相去日以远 一待日以缓 这也是后代 非常典型的 浮云避白日 游子不顾返 浮云避日 这个一个项遇 这个包含很多的意思 那么这个 思君令人老 岁月会以晚 因为两个人分别了 分别了 然后当然就有思念 因为离别就有思念 最后讲 弃捐无福岛 努力加参范 那这样就非常清楚 就是说一个基本的是说 两个人分离 分离 分离然后有思念 或者说更好的状态 是相思 然后呢 当然这个就 有这个忧伤的情绪 所以很多这样 都是这样 那么还有呢 他就分离 还有他讲到这里 那个沈德前讲到 所谓这个死身心固 就是谈到这个 生命的这个短暂 他里边一个 非常有名的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回车嫁延迈 这个也是第一句 这首里边就可以看出来 所谓死身心固的感觉 我也简单念一下 你们就可以知道 讲回车嫁延迈 悠悠色长道 四顾河茫茫 东风摇摆草 这个风吹的草动 所欲无故物 焉得不树了 这个 其实就是说 这个 当然这个是晚了 《诗说心语》里面 那个 很有名的那个话 就是这个叫什么 树有如 物有如此 人何以堪 这个树都已经 这个物是外物了 对不对 这个外边的这个 物 物飞 那人怎么能是呢 那物飞 当然人就飞了 其实就是 所欲无故 焉得不树 一切都在变化 看到这个变化的世界 人当然就很快就会老 这属于生命 圣衰各有食 历生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 焉能长寿烤 人生非金石 金石这个当然是长久 相对于人的肉身来讲 当然是长久 这个人又不是这个金石 不是这个 不是这些 这些 不是金石 怎么能够长寿呢 那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所以这个所谓这个 生年不满百 仓怀千岁忧 所以这个最基本的 都是这样的作品 那么这个 不管是离别的思念也好 还是生命短暂的 这些感觉也好 古诗旗所处理的 都是这个 人生的不如意和缺憾 那么当然呢 面对这些人生的 这些问题 人生的这些困境 当然是要有解决的办法的 古诗旗所的一些办法 实际上 这个 它有几个方式 它一个呢 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公民 建立这个世俗 能够见到的这个公民 比如说这个 回车嫁延迈这首里边 它当 当它写到了这些之后 人生非经时 也能 这个 长寿考 那它下面抓住的是什么 烟乎谁雾化 这个是非常之快 雾化 雾化是这个 庄子里 庄子 求论里边的话 烟乎谁问雾化 荣民以为宝 荣民以为宝 什么叫荣民以为宝 就是这个 世间的这个公民 这非常清楚 就是说 当你面对这个人生有限 人生的这个 肃老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也能不能长寿考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就想去建立这个世俗的 公民和利路 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 建功业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呢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及时行乐 就是行乐 这个 古诗旧所里边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 句子 就是一方面 当然要不去建立公民 这个是 这个阳明后世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抓住现在的这个生命 及时行乐 比如它有那个 不如饮梅酒 批服玩语素 就喝酒 穿得好 穿好衣服 吃得好 穿得好 这个大白话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 奏短苦夜长 何不丙足游 当然这个丙足游 也是过去的用一个典故 但是也是很清楚 为乐当节时 何能带来之 这个话最直接了 这个就直接是说 即时行乐的话 所以这个 很多很多 这种态度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那个 这种其实也是生命 这个一种常态了 也是一种常态 我想我想这个 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都可以理解 中国人因为这个时候 恐怕还没有受到 这个佛教的影响 那个 佛教因为讲轮回 当你这个生命有限的时候 佛教的一个办法 说这个没有关系的 你现在好好的 行善事 种福田 那你下一世就会好 中国人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因为在这么短暂的生命当中 因为它很短暂 那个 要不就赶快抓住这个眼前 因为它想不到下一次的事情 是这样的 那么古之旧手这个内容 基本上我可以讲 就是说 它是对于人生当中的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主题 最基本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是永恒的那些问题 当然这是倾向于 那个人生的那种缺憾 人生的缺憾和这个 不如意的 这样的表达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从它的这个艺术上来讲 从艺术上来讲 古之旧手一向在中国的文学史 中国的诗歌史上 是占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的 我们现在讲起来 诗歌都是说 这个是唐诗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 那个欲文索安 斯蒂芬奥文 这个一本书就是圣唐诗 它全来那个英文的题目 实际上就是诗歌的 中国诗歌的这个黄金时代 高的那一句 所以这个 大家都认为是唐诗 但是在中国古时候人看来 这个唐诗实际上并不是最高的 不是最高境界的 中国人是 你看很多人都这样讲 你看这个宋代 很多人这个讨论的时候都会讲 这个当然要讲最高的是什么 当然最高的是诗经 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下落的 诗经是最高的 后来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差 捍卫古诗当然是下一等 唐诗再下一等 当代那就更不好了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朱新的时候就说过 我那时候很早的时候 都读那个朱新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这个 其实这个捍卫古诗实际上 是要比唐诗更高的 那么在这个里边 其实古诗实际的时候 一直是在认为 一直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 它是属于这个品级非常高的 这样的作品 非常高的作品 但是我们今天看 跟我上次讲的 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中国过去的这个 跟上次提到的那个岳辅诗一样 我们看起来 其实好像跟唐诗 这个非常的不一样 和后代的诗歌 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 对这个古诗实际首呢 大家都会引一个 这个中容的评价 中文视频那个评价呢 其实谈到的主要是 它实际上主要是谈的 这个是对于这个 陆基的你的股诗 我前面讲陆基你过的股诗 陆基你股诗的一个评价 一个评论 它是说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过来 它叫 文文以利 一悲而远 惊心动魄 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是这么一个评价 那这个评价呢 我觉得是 也可以来说这个古诗丘手的 说明它的艺术 和它的境界这高超 所以文文以利呢 我的理解实际上是说 这个 其实字面上 不是那么的这个夸张 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的 它是比较的 整个的古诗丘手的风格 你读过去 它是比较的浑沉的 比较的浑沉的 那个不是那么尖锐 让你看到那个 一上去就非常的 好像觉得给你一种 特别是对现代人来讲 不是一下子特别的刺激的 但是呢 它下边就是一个呢 它下边说这个 一悲而远 什么叫一悲而远 当然就是一悲 我们可以讲 它是对于这个 人生的这个缺憾的一个看法 那远呢 实际上是它看的远 看的是根本 所以我简单的 如果要概括的话 可以用它的话来讲 是这样 实际上是这个 秦深和一远 这两个方面 秦深和一远 这两个方面 所谓秦深讲的就是 它的语句看上去 是比较平易的 但是它的感情 是非常的深至的 非常的深至的 这个 有很多的观察 其实是非常细致的 我刚才读的诗里面 可能 大家已经 这个可以读到 比如说 相去日以远 一待日以缓 这样子典型的 这个 这样都是有体会的 有细致的体察 然后把它表现出来的 所谓 思君令人老 岁月互以缓 其实这种 讲这个 在情绪当中的 这个时间 可能这种 怎么讲 就是心理上的时间 跟物理的时间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这样的这种感觉 实际上都是 主观和客观 结合在一起 有细致的体察之后 才能写出来的 而且它的那个 其实可以讲是 一往情深的 很多这个感情 比如说 它那个有一首 这个 梦东寒气质 这首 这个 梦东寒气质 这首 它也是说 这个 应该一般解读成 是一个师父 在怀人的 写这个冬夜 非常之长 这个夜不能寐 然后写 梦东寒气质 北奉何产力 愁多枝叶长 养贯众心烈 三五明月满 四五 残兔缺 刻从远方来 为我一书渣 上言长相思 下言久离别 智书怀秀中 三岁自不灭 一心抱曲曲 聚精不识查 聚精不识查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 你可以整个 这诗去读的时候 它可以讲是 一往情深的 一往情深的 非常执着的 这种感情 还有一个 我觉得要说的 就是这个 所谓的义久 义久呢 我前面已经提到 它的内容 古诗斯的内容 或者它的主旨 是把人生的一些 根本性的大问题 提出来 说得非常的彻底 非常的透彻 这我记得上次 讲到岳父诗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汉代诗歌 我们来体会 它的力量 体会它的魅力 其实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 比如说辞早 怎么漂亮 或者构思 怎么样的巧妙 它其实不在这个地方 它是把人生最基本的 那些问题提出来 然后加以充分的表现 这个是它的力量的所在 所以我觉得 它这个所谓的意愿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情 和意这两方面 实际上都是兼备的 都是兼备的 那么这个里边 古诗世纪首所处理的 这些题材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这个处理的这些 都是这些问题 都是人生里面 经常可以看到的 经常可以碰到的 这些问题 那么我这里呢 举一首作品 但这首作品呢 我个人相当喜欢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 古诗世纪首里的 并不是古诗世纪首里边 但是呢 确实是当时 古诗里边的 属于古诗的一个作品 叫做苏里诗 就是托明座 苏武和李林 互相之间 这个写的作品 就苏武和李林诗 那这个时间呢 当然这个 研究者也都指出来 其实最早 这个苏武李林诗呢 基本上可以肯定 应该不是他们两人写的 应该不是他们两人写的 特别是苏武诗 应该不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早期的这些 所谓的苏武诗 更在早期的时候 都是归属于李林名下 后来因为 可能苏武李林 这两个人嘛 那两个关系非常有名 所以有一些李林 所谓李林的作品呢 也被归到了 这个分到了 这个苏武的名下 那么这个苏李诗里边 当时苏武诗的第三首 他是说这个夫妻 这个基本的场景 其实在诗经里边 就已经出现过 说这个夫妻两个 这个丈夫要马上 这个要离开了 要去 从这个诗里边 是讲要去出征了 要出征了 所以他讲 结霸为夫妻 恩爱良不宜 这个是很平常 大家都能了解 然后他讲什么呢 讲这个 欢愉在今夕 因为第二天这个丈夫 这个丈夫就要出征 所以对他们夫妇来讲 就是这一晚 实际上是离别的这一晚 那么他欢愉在今夕 宴晚凉时 这一刻起码这一刻是美好的 这一刻在眼前是美好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增负怀网路 这个增负怀网路 这个 此事夜合机 就是说 因为要 第二天是要出发的嘛 所以他就起来看看 这天到底怎么样了 到底怎么样了 那么 这个呢 其实诗经里面也都有 诗经里面曾经出现过 并没有什么 星辰都已经 怎么样 星辰都已经落下去了 或者星辰都已经看不见了 都为什么 因为天渐渐亮了 这星辰就 渐渐的隐退了 这个 继续从此 时 马上就要告别了 行欲在战场 相见未有其 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他基本上是要去战场 这是要去征战 他可能不是 仅仅去扶摇义 是要去征战 不去扶义 是要去征战 那么这个当然相见未有其 就不知道这个 急凶未骨 这个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震战只能回 就是这个 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 前面这个画 你看上去 皆怕为夫其恩爱 两不一 欢愉在今 夕宴晚 之粮食 征服怀眼路 其是夜何之 神神皆已 莫去去 从此辞 这个看起来都很平易 而且这种 这种场景 是以前有过的 这诗经以下 都有过的 下面这一句是 行欲在战场 相见未有其 点出来 这两个人 分别的理由是什么 而且可能的 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这个是真的 那个 可能有露出 那个比较 残酷的 那个真相 就露出来了 到这一句 我觉得是露出来了 感谢观看